虞小人生 哈喽我是Ki! 收到最近讨论很高的作品 除了前几年跟大家分享的韩剧《财阜家的小儿子》 Netflix根据云多田光的歌而挤发的原创日剧FIRST UP 最近也引发了不少讨论 其实这部从超级前到预告四处的时候 很多歌名光听到前奏就忍不住饭泪 因为云多田光的FIRST UP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 到现在依旧是全亚洲销量最高的展绩 但我沒想到的是日劇 First Up 從劇本、演員到導演手法都讓眼睛為之一亮 有人跟我一樣看完結局之後又立刻再重看一遍嗎?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19個 First Up 前後呼應的細節和彩蛋 那在我開始放之前 還是要麻煩大家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很多精彩影片囉 因為 First Up 的細節真的非常多 所以我大致分成了五個主題 跟大家分享劇中的隱藏彩蛋有哪些 首先是男女主要的追夢故事 第一集一開始 演員在花田間練習的飛機廣播台詞 本次航班是諾恩航空飛往雷克雅維克的627航班 627除了是小醉的生日之外 也是宇都田光2018年發行初戀的日子 而且大家還記得演員最後是去哪裡找病目的嗎? 沒錯,就是第一集提到的雷克雅維克 演員的夢想是當空輔員到處飛看世界 而病目的夢想則是因演員而起,選擇當飛行員 所以最後他才會選擇到冰島工作 並和演員在雷克雅維克一起圓夢 還有高中時,演員和朋友在校門口被老師抓裙子 以及病目幫演員拿東西時 聽到女方問我們是不是之前在哪見過 病目轉頭一臉期待的原因是 她以為演員記得他們在電車上相遇過 沒想到是女方記錯了 病目才會失望的轉身離開 不過騎機車惹老師生氣那一段 是病目為了解救心上人才想出的奇招 三次點分別是洗衣店和睡夢中的微笑 第三集,演員和病目通話聊天時 演員說有人偷了她的內衣 到衣服洗完之前她都必須待在洗衣店 所以長大後的病目才會對剛睡前的演員說 洗衣店很危險 那長大後,病目看著熟悉演員傻笑那一段 其實是在呼應第九集 病目與演員的初次相遇 當年演員搭火車準備參加模擬考時 病目被女方殺到 之後演員在車上睡著 似乎在夢裡吃到東西的表情 和洗衣店裡熟悉演員的表情一模一樣 所以病目才會忍不住笑出來 第三集,演員的大學同學還她唱片時 同學說有張專輯沒有CD片 到第八集尾聲導演才公布答案 因為雨多田逛那張CD還在病目的MP3裡 演員如此,演員才會聽到歌曲並恢復記憶 第六點,達西先生的告白 第六集,演員被英文老師點名問 是什麼改變了他們的關係 演員回到,是因為達西先生表達了她的愛 追逐的結果也許並不太好 但是達西先生的勇敢表白改變了一切 而演員其實就是達西先生 因為第八集,演員在拿破裏 異面店跟病目告白時 雖然一開始結果不好 但也因為演員有告白 病目才會知道她的心意 第七點,守護夢想的御守 演員平常開計程車時 車上總會掛著一個藍色的御守 而最後一集,演員當空服員 並不當機場時 駕駛商前方正是演員當初掛的藍色御守 也象徵著,兩人都成功守護了彼此的夢想 還有第八點,男女找的代表顏色 關於演員和病目的代表色 我知道網路上有很多說法 那我個人認為,顏色代表著他們的個性 比如說,病目家總是穿著紅色 因為他們家的人總是很熱情外放 但演員家相對安靜很多 不論是演員還是小嘴 他們的個性都比較含蓄 所以演員家幾乎都是以藍色為主 大家有發現嗎? 病目在電車上遇到演員時身穿藍色外套 因為當時他不想打擾演員睡覺 卻有羞澀忍不住望向女方 那個當下就好像演員的個性一樣 而演員準備交換學生資料時 穿的是紅色的衣服拍正監照 因為那時演員充滿著熱情和能量 以及最後演員衝到冰島去找病目的時候 外套雖然是藍色的 但裡面的毛衣卻是紅色的 就連最後片尾的彩蛋演員也身穿紅色 因為此次的她已經成為願意為愛情勇敢一次的女人 除了男女主要的感情線之外 其實First Out的親情戲也處理得很細膩 比如說第九點 牛排和鰻魚飯 第一集 小醉到媽媽家吃飯時 演員將牛排的尾端切給兒子吃 並跟她說那是最好吃的部分 其實是在呼應第六集 演員和爸爸吃飯的時候 爸爸將鰻魚尾端嫁給女兒吃 以及第七集 演員特地將草莓讓給小醉 因為這些就是父母愛子女的方式 然後第一集 演員在白貨公司用鋼筆寫字的時候 不是寫了一個罪字嗎 這是在呼應第六集 鷹巴送給女兒鋼筆史書的話 你可以選一句 餘生都會用到的話來示筆 結果演員寫下男友並木情道的名字 還有後來因為經濟條件 不得已送走兒子時 她手握鋼筆含著淚血丸 監護便根書 這些其實都在暗語 演員生命中最早的兩個男人 就是小醉和並木 然後第五集 並木在妹妹婚禮上說 我相信所有相聚和分離 或許都是受到命運的指引 每一件事都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並木的致詞其實化解我對鷹媽的糾結 很多人說 如果鷹媽沒有干預女兒的人生 或許演員會過得更幸福 但人生沒那麼多如果 事情發生的就是發生了 也許就是因為並木和演員充滿遺憾的分開 再加上311地震 還有快三年的新冠疫情 才讓他們更加珍惜彼此的緣分 也呼應了並木在婚禮上的致詞 每一件事都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第四集 好不容易通過考試的並木 鼓起勇氣到演員家拜訪 結果女方媽媽卻拿著並木過往寫的信還她 原來並木兩年多來的心意都沒有送到演員手上 並木也決定將信燒掉 沒想到多年後 類似的情節發生在演員身上 並木離開後 演員曾隱藏自己的心意 將對男方的思念儲存在郵件超高家裡 但疫情爆發後 演員終於明白 若愛不及時表達 則會有更多的後悔 於是在兒子女友的幫助下 騎身前往冰島 第四集 女主要將自己的名字投稿到希望號上 並滿心期待著希望號能成功發射到火星 後來演員發現自己懷孕後 看到報紙上寫著希望號未能進入火星軌道的消息 以及第七集 演員在工作室前消毒時 門外突然出現一片星雲 我覺得這次在呼應英爸曾經對她說過的話 你的另一個自我正在穿越外太空 當年演員看電視的心情 就像希望號一樣充滿著期待 可是當她長大後 不得不送走兒子 脫下空服人的夢想時 演員就像希望號一樣迷失在外太空 還有火星與地球的距離 就好像演員和並木的緣分 雖然他們曾經錯過 但並不代表他們緣分隱寂 15年後 火星再次接近地球 而演員和並木的星也再度靠近 雖然恆美和望太陽的人設有點慘 畢竟他們總是陪在並木和演員身邊 卻沒得到好的結果 但他們卻是男女造的生命中至關重要的靈魂人物 首先是自體發光的恆美 第七集 並木之前在自衛隊接受恆美的心理諮商時 並木看著皮皮對恆美說 鸚鵡就算覺得不舒服也會裝作很開心 而第八集 並木和恆美分手時 並木笑著對男友說 就算沒有你我也能活下去 只有他跪定痛哭 又看著皮皮笑出來 讓他終於知道自己就是皮皮 明明就很難受 卻假裝沒事 用最傻的方式維持這段有名無私的感情 而第五集 也迎到並木家做客時 特地學了手語想和男友的妹妹溝通 讓並木感動到不行 對應到第八集 第一次做男友家拜訪的很美 他為了從幽魚那邊得到並木前任的資訊 用送禮和寫字的方式來跟幽魚變得親近 當然也不能說很美有錯 但是跟閻音直接學手語的誠意比起來 觀眾應該都看得出來 恆美始終得不到並木的心是有原因的 除了之外 第七集 並木不是有問恆美 人有可能恢復失去的記憶嗎 恆美回到 根據普魯斯特的說法 透過刺激人的無感是有可能喚醒記憶的 而失去記憶後的閻音 先是聞到丁向花束 知道拿破裏意大利面 看到了幽魚在醫院比的手語 還親到了並木的嘴唇 最後再聽到MP3裡的first off 閻音的無感被刺激後 終於想起過往回憶 也呼應了第八集的標題 午後的普魯斯特效應 那汪太郎的部分 雖然沒什麼彩蛋或前後呼應 但我覺得這個角色比較像是 編劇想要對觀眾講的話 汪太郎從一開始自怨自意 不滿人生卻要相信的命運 到後來鼓起勇氣跟閻音告白 雖然被拒絕 但他也提醒了閻音 不喜歡現狀就要努力改變 就算會受傷 至少要試過才不會有遺憾 所以閻音才有勇氣打電話跟並木告白 大家都知道這部劇的故事發展 本是受到雨多田光的歌曲而啟發的嘛 所以不管是歌詞還是歌曲本身 都在劇中站著舉無親中的角色 第一集 碧姆本來搭計程車要去找女友爸媽 但最後又沒去的原因是 她在計程車上聽到雨多田光的歌 讓她想起以前在天台時 和閻音聽歌的回憶 碧姆知道自己心中還有初戀 所以沒辦法跟很美的爸媽見面 而雨多田光的歌曲在詩歌多年後 又再次影響了男女主要的命運 再來是歌詞的質疑 First of the 歌詞寫道 我們的最後一個吻淡著淡淡的煙味 就好像第二集 閻音和並木在天台上堅吻時 閻音說唱起來像煙味 不過副歌曲才有幾句更重要的歌詞 預設男女主要的命運 You're always gonna be the one 現在人是悲傷的情歌 直到有人能唱的新歌 我覺得這裡的歌詞則就是第九集 小醉在YouTube上推出的人氣單曲You 雖然小醉成為人氣作曲家那段有點不太真實 但用劇情推進來說 或許編劇是故意幫小醉的人設添加音樂天賦 我也就是讓他出單曲 改變媽媽的命運吧 然後劇中賽的數字彩蛋 其實都和雨多田光有關 除了前面提到小醉的生日是6月27 就是初戀這張專輯的發行日期 閻音的生日 他和並木在大學中告白的時間點 護照有效日期 並木的手機號碼 以及國中模擬考那天 通通都是12月9號 因為12月9號正是雨多田光 Automatic的發行日 看完結局之後 我看到不少觀眾在討論 如果沒有第九集會不會更完美 那我的想法是 如果是一般的初戀故事 我會希望故事就收在第八集就好了 畢竟大多數人的初戀都是不完美的 可是first off對我來說 比較像是被初戀耽誤的中年追夢劇 第六集尾聲 女兆隊並木說 我盡量不去想過去和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已經受夠了希望落空的生活 大部分的人遭受限時的打擊 或是家庭羈絆的影響 可能會像第八集一樣充滿著不完美 那就像旺太陽說的 哪怕丟臉也要大步向前 所以我個人很喜歡編劇多家的第九集 你怎麼知道事了人生會怎麼樣 也許勇敢向前才能像野鷹一樣 看到壯闊的風景吧 然後也有很多人問 為什麼畢木明明喜歡這野鷹 第八集就選擇拒絕女方的告白獨自離開呢 我覺得啦 畢竟她才剛跟很美分手 如果就這樣立刻在一起 她一定會充滿著愧疚 但拒絕並不代表畢木不愛她了 相反的她是太野鷹才會轉身痛哭 因為此刻畢木沒有選擇 只能忍痛放開她最喜歡的女孩 那以上就是我對FIRSTOUT的觀後感 以及19個影集裡隱藏的細節和彩蛋 不曉得你們對這部劇有什麼想法 或是FIRSTOUT有哪些細節是我遺漏的 也都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Azure和Basebook喔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今天頭髮特別的順 平常拍片的時候不是都很毛躁嗎 因為我今天白天的時候特地先去弄頭髮 然後再回來拍片 超順的 跟野鷹的頭髮一樣順 下集中 我們在開拍片 你們對我們來說 不擇 我們在開拍片 我們在開拍片